维持大字书法的特色 欢迎您来欣赏金鸿奖全国书法比赛的优胜作品 民国85年成立的金鸿儿童文教基金会 以国小五六年级至国中阶段的青少年为主要服务对象 希望能够为儿童文化教育工作尽一份心力 让现在未来的儿童都能快乐地成长 为孩子提供微波的力量 指引一点方向或是陪他一伴 民国86年开始 金鸿儿童文教基金会为弘扬书法艺术 振兴中华文化提升生活品质 与中国标准草书学会 共同主办金鸿奖全国书法比赛 每年一届至今举办23届 为扩大参与提升参赛作品水准 邀请中国书法学会 中华民国书法教育学会 中华书道学会 中华民国书学会 有效推展书法文化 比赛维持提倡大字书法特色 为培养书法爱好者的辉煌气度 让书法艺术发挥的更淋漓尽致 参加作品必须以8公分以上的大字呈现 这一次在国父纪念馆展出的作品极为封锁 包括历届国中小高中职各组于决赛现场 辉煌的第一名得奖作品 同时展出在录自林盛中老师著作的 书法的故事 开启艺术欣赏之窗 十方新闻记者 来英荣台北采访报道